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向小民报告的现场 今天比较重大的一个政治新闻 就是陈水扁的岳母在前天过世 那到底呢 北间会怎么样核准陈水扁回去奔商 一定要他在这个攻击前一天呢 前两天呢 还是准他在攻击当天 那会不会一定要他带手铐脚疗 去出席 那法务部里面已经说 他跟一般受信人是一样的 那一样的话呢 以前都是要带手铐跟脚疗 但是本节目刚刚在七年半讨论的时候 几乎我们所有来宾都反对 法务部让陈水扁带手铐脚疗去 那个实在是太难看 而且对一个前总统不管怎么样 做过我们两任的总统 好像不应该让他带手铐脚疗 不过有些公务员办事 他不管你那一套 反正他就硬着干就是了 那另外也就是说蔡英文 好像今天已经决定他不去 很快的决定不去 那蔡英文该不该去参加 陈水扁的岳母的功绩 大家觉得该不该 那韵鹏你先讲 蔡英文为什么不去 我认为是该去啦 我听那个蔡英文他今天讲的意思 应该是说这段时间 先会请那个苏家群先过去 应该是讲说这段智商时间 不是讲那个当天啦 那当天我认为人常理上面说 老长官嘛 然后也是前主席嘛 那岳母过世 即使是你不认识的 有些请托都会去了 那为什么阿扁的那个岳母过世 你不过去呢 那所以有这一点 我认为当天应该是蔡英文会去 苏家群回去 民进党的一些老部署 应该都要去才对 或者说他要请苏家群代表他吗 你觉得是这几天 我觉得是这几天 并不是当天 因为通常来说这么亲的 这么亲的人的亲属 尤其是长辈过世的时候 都会先在商宅里面跑一趟 你知道吗 因为资格亿嘛 之后再公祭那一天会再去 这是有认识的人的 比较亲的人的一个理数 你真的确认你这个讲法是正确的吗 不是我认为应该这样啊 甚至是你认为啦 我认为啦 那我的认为刚好跟他相反 因为他会在前几天去 我认为他今天迅速的表白 就是说公祭那一天 他因为行程的问题 他大概不可前往 请苏家群代理 但是不排 应该是不排 这也下面是我猜的 应该是不排除 那个那一天到目前为止 这一段期间 他可以随时到家里置意吗 很多人都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觉得蔡英文说 那天有事 那个是顿辞 我不相信 那当然 因为还早嘛 今天才2号 10号 因为什么伟大的事情 10号排定 就一定不能去呢 你怎么瞧一下都可以嘛 而且通常公祭会在早上 而不会在晚上 所以理论上没有那么多活动 都是些拜会嘛 其实蔡英文 她1月10号公祭不会去 这个也不是今天我们才会知道 其实从过去的判断来看的话 她就是要跟阿扁 尤其是扁案要做切割 但是阿扁 今天请程庆宇念的那个公开信里面 就提醒她了 就提醒说 你阿扁执政8年 是跟你民进党不能切割 这民进党执政8年 刚刚的证监会 苏正常所提的案子 所提的数据 就是苏家全 所提的这些数据 不是说 就是阿扁执政8年嘛 所以在证监会里面 苏家全也没办法 跟阿扁做切割嘛 很清楚的 但是我觉得蔡英文 目前的选情来看的话 1月10号 她不希望扁案 再成为她的包袱 她一定不会去的 甚至于苏家全会不会去 我都怀疑 到时候那另外找一个人代表她去 但是在那之前 我同意 沈大老的看法 再怎么样 你不知道阿扁还会出哪些招 所以她也要安抚阿扁 所以她一定会私底下 找个时间 先到台南 去上个乡 表示意识到了 不要让这些扁 扁迷的人 或者是民进党这些 所谓独派的 只是说蔡英文 你不够人情世故 你要选总统了 你就完全做切割了 不够厚道 她会搬应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法 跟云鹏不太一样 我们今天看到 陈信瑜所宣读的阿扁的信 这是在她知道 岳母过世之前的信 它里面有两段 这是刚才想要讲 她有特别讲 她说新的没来不知就的好 那一段里面说 八年执政的各项 经济指标的表现 都远胜于马政府 四年无能的执政 那刚才苏家全 就是在讲这一段 我也认为是这样 接下来她又讲 切割八年执政 等于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又如何 让台湾人民 将政权再度交给民进党 也就是说 她已经向蔡英文将军了 你如果要切割我的话 政权你怎么可以拿得回来 因为你要赖以 得回政权的政绩 全是阿扁的八年 所以她既然已经 向了蔡英文将军 蔡英文就必须要 更谨慎的处理 蔡英文当然蛮难得的 不去人家会说 你这个不懂人情世故 去她又怕 你看陈一本跟蔡英文 果然你们就是 一伙的 他们现在就最希望 大家忘掉陈一本 可是什么也想不到 这真的是 很多事情是没想到的 有天命 这东西就是 就是所谓政治 一寸之前就是黑暗 永远不知道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刚好就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对蔡英文来讲 她也是左右为难 我觉得蔡英文不会去 因为她应付到 记者要问她自己 本身有关她本身的问题 她都答得不好 所以她干脆不要去 派苏嘉全去 苏嘉全去的话 万一有记者问她 她不会问她 要不要特责陈水扁 苏嘉全 她又不是选总统 不会问她 要不要特责陈水扁 也不会跟她讲说 你购文成那个让给我们 陈之中 给我们留个活口 本家里有个活口 也不会问她这个 因为蔡英文每次 去接触到陈水扁的亲人 去看陈水扁的妈妈 陈理胜 她问她 哎哟 你就反了记者 做立委 把阿兵扑出来 蔡英文面临这个问题 她就很难回答 她即使以后要特责陈水扁 现在也不能讲啊 那就算她不去 公计 撕下去给她领个乡 后来大家知道了 人家会 嘿 绿营就会原谅蔡英文嘛 先政权拿到再说啦 对嘛 绿营先来 就想即便拿政权来 张教授你觉得呢 我想当然第一个 蔡主席当然希望在 贪毒这个问题上 是跟阿兵要切割的清楚 否则对这中间选民 他很难有很好的诉求 当然很清楚 在政绩这个问题上 由于过去的八年 是阿兵来执政 所以任何只要谈到政绩 这个部分很难完全 切割的很清楚 那因此剩下的 就跟蔡主席怎么来看待 显然大家是比较认得说 像公计这种场合 大政杖的场合 是不会出席的 但是大家也很关心说 那会不会事先作为的 他不告知记者 那一般来讲 做上完箱挨到完之后 再告诉大家 其实他已经去过了 那一方面来讲的话 行程没有公开的话 我相信说 他还可以避免很多的困扰的 不过当然就是说 理论上说了 就是你这么大的事情 陈水扁对他的提拔 公计蔡英文是应该去的 可是他又怕去的话 可能人家又把他搞在一起 所以他就又不去 所以这个 他到底最后会怎么样 到时候我们看了 那到底该不该带手铐 我把这个资料找出来 监狱刑刑法 26条之一 反家探亲之原因 受刑人之主父母 父母配偶之父母 配偶子女或兄弟姐妹 伤亡时 得准在监狱管理人员 介护下反家探亲 探室 并于24小时内回监 其在外期间 予以计算刑刑 就是算是你 服刑 那等等 那么这是监狱刑刑法 施行细则 那这个 其有法定原因 需施用戒据时 应诸以下列各款式规定 一 施用戒据 应随时检查受刑人之表现 无施用必要者 应及解除 所以换句话说 他的母法并没有说 一定回去探亲 这24小时都要施用戒据 但是他们便于形式 反正都给你靠起来 免得你跑了 到时候害我被处分 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陈正平应该要特别的考虑 因为免得引起又对立 整个社会的不安等等 你多派几个人 就是他怎么会跑 他往哪里跑 所以我们在场 有没有哪位来宾觉得说 陈正平应该给他戴手铐 戴脚料的 有没有 我向你报告 我们今天下午中天的节目 五个来宾 我们一下子就决定说都不要了 所以这个很容易得到 但是这里因为有人讲说 这是为了安全 他里头没有 而且他也没有讲说 以用戒据为原则 甚至连这个都没有 所以完全是可以不用的 不用也没有违背 不违法的 不违法 所以我想我们本节目 至少本节目 不代表传人 本节目可以建议法务部 应该那天让陈正平 不要戴手铐脚料 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吗 没有人反对吧 好 那么法务部 还有北监你们希望能够采纳 另外呢 这个陈水扁 他今天陈正平 带他爸爸念的一个公开信 当然这个公开信 刚才来讲并不是 并不是陈水扁知道以后 他现在可能知道了 因为他在监狱里可以听广播 那所以他应该会 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 那今天晚报有灯 说陈水扁的信说 为扁家留一个火口 这火口能够发声 是谁 就是陈志忠 那他这个信到底怎么样 我们先看一段新闻影片 很少在政治场合公开发言的陈信瑜 这回难得现身 带来父亲陈水扁的亲笔公开信 宇昌案就是扁案的翻版 国民党不惜伪造公文 以宇昌案来伤害蔡英文 就像是以司法上的位证 来追杀阿扁一样 三年呼吁第一项 就为蔡英文的宇昌案解套 陈水扁在信中连续五次提到蔡英文 将蔡英文将他紧紧牵连 但陈水扁也要民进党 不可以切割八年执政的成果 切割八年执政等于否定自己 信中跟炮轰国民党 司法迫害不放过扁家四代 从扁妈到孙女都收过船票 简直是既要抄家也要灭族 政治再如何无情 社会也要有公道 请台湾人民为扁家留一个活口出声 陈水扁公开信句句直接 反倒是大夫宣读的陈信瑜 一次一次照稿面 面无表情 语气平淡 感觉不出任何情绪 如果台湾人当家做主是一种原罪 那么阿扁愿意承担 扁家愿意承担这项原罪 距离选举不到两个星期 真妈过世 陈水扁又发表公开信力挺而字 连不想干涉政治的陈信瑜 为了弟弟也不得不出面 一家人全力让陈志忠的选情加分 追选林郑永越方 SNG小组高丛报道 好 那么当然这又很有值得探讨 为什么陈信瑜来念 陈信瑜其实已经 这个不出面很久 那他甚至为了躲避媒体 什么原来在台北当阿姨 跑到南部去 就是避免媒体经常去这样 要包围他 那为什么今天由 这个陈信瑜来念这封信 这个当然我想也是有意义的 有玄机的 那么另外呢 陈水扁的信 他不是 他这个信是制台湾人民的公开信 不是给陈信 也不是给陈志忠的 他还有题目 叫承担台湾守护民主 那基本上呢 这个他主要有三点 他主要在2012年 总统选举投票的前夕 陈水扁有三项呼吁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帮蔡英文拉票 主要还是帮陈志忠拉票 第一个 我想蔡英文今天 心里面也很火大 因为陈水扁说 宇昌案就是扁案的翻版 他最怕被人家这样子讲 他就想跟陈水扁要切割 那些人马 我的什么 辅选团队 并不是以后的治国团队 你马英九 为什么老是活在历史里面 你为什么老是要填陈水扁 哪壶不堪就提哪壶 就陈水扁自己也跳出来 说宇昌案就是扁案的翻版 蔡英文你想说 我宇昌案跟你扁案 再怎么样也不太一样 怎么宇昌案变成扁案的翻版 那陈水扁的意思就是说 都是国民党害的 就这个意思 司法迫害了 司法迫害他 但是你陈水扁那些钱 汇到海外那些钱 你干了这些事情 连民进党都不干 替你辩护 那你怎么说是迫害呢 那陈水扁就咬定 所以我想 蔡英文心里今天一定呕死了 陈水扁你搞什么东西 还非要往我身上扣过来 非要贴过来 非要缠得紧紧的 阴魂不散 他说国民党伪造公文 宇昌案来伤害蔡英文 就像是以司法上的伪政来追杀 陈水扁一样 国民党的企图就是要丑化民进党 是贪腐集团 让台湾人自卑 继续收外来政权统治 所以陈水扁就在挑拨省级 其实在这段就看得出来 然后呢 这是第一段 第二呢 贬加承担旧党旧台湾 他主要说新的没来不知旧的好 新人虽然好不若故人疏 这个是台语 新的未来不知道有何保守 民进党八年执政 既捍卫了台湾主权 也落实了本土价值 更重要的是 八年执政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 都远胜于马政府四年无能的执政 就是苏家权刚讲的一个数字 我就已经破他了 台湾人有自信 民进党有信心 可以 这重点在这里 可以切割阿扁 但是不可以切割民进党 八年执政的成果 切割八年执政等于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 又如何将台湾人民将政权 再度交给民进党 就是说 你现在这些家伙都说 要切割跟孙免切割 当马英九们是提到 阿扁当时这些政绩很烂的时候 蔡英文就说那是以前 那跟我不关 你面对选举的事 蔡英文不是陈水扁 你要往前看 不要往后看 陈水扁就说 你跟我切割 你跟我切割 你就选不赢 你不能切割我 你要肯定我 你肯定我才会交给你吗 你否定我就不会给你 陈水扁也不是没有道理 对 很有道理 是有道理 我陈水扁主政 谁帮我主政 就是你们这些家伙 都是你们啊 苏天昌你们那些 都要当我行政院院党 他意思不是这样 我其实同意这一段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你可以切割我 但是你不能切割我执政 八年的政绩 我的结论就是说 一个贪腐的总统 一个已经定验的总统 一个多重犯罪的总统 也有政绩啊 难道阿扁八年里头 一点点政绩都没有啊 所以这个是站得住脚的 但是虽然做一点事 但是跟他国家的预算 跟八年的时间比起来 其实你要讲 他那个政绩是很有限的啦 但是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连我都否定 那人家怎么会肯定你呢 怎么会肯定你呢 所以他说你不能否定 这他八年之政 是民进党的八年之政 你可以否定阿扁 不能否定 民进党八年之政 苏家全当农委会主委 当内政部长 就在阿扁执政八年 蔡英文当都一样 包括苏贞昌也是一样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这些人 台面上这些民进党 现在这些人 都跟阿扁八年之政 不能做切割 所以他就要绑架民进党 他的后面的含义在这里 所以阿扁厉不厉害 我觉得这封信 写得很厉害 除了绑架民进党以外 他是直接的就把自己的 这个湿的衣服 就套在蔡英文身上 尤其是我非常同意 刚才赵来哥讲的 陈水扁 他是三审定宴 现在发奸服刑 跟宇昌案现在的情况 在蔡英文看来 当然是不同 所以他直接把这个 勾在一起的时候 对于蔡英文 在现在要试图脱困 图围 是有很大的不利 而且我觉得 在今天开始 就算说蔡英文去 或者是不去 他们家奔丧 媒体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每天都会有人去问他说 那陈水扁这个信 你怎么回答 蔡英文家 陈水扁家你要不要去 他的岳母家你要不要去 蔡英文就脱离不了 陈水扁给他设的一个 非常大的紧箍咒 现在已经紧紧地 套在蔡英文的头上 所以反正第一个 他就是说 宇昌案就是扁案的翻版 第二个就是说呢 你不能跟民进党 你可以跟我切割 你不能跟八年执政来切割 否则就是否定你自己 否定自己 你就不可能再当选 另外呢就是不要追杀扁家四代 请留一个活口 就是陈志忠 他说陈志忠一定会当选 而且也会到立法院 成为民进党立院的战将 等等等等 以他那天跟邱毅那样子 骂来骂去 苦阿姨苦阿姨 那我认为他到民进党 到立院党团可能他表现还不错 他也有跟郭吳征喊话啦 当时我都帮你站台助选 我都帮你站台助选 他帮你太太助选 对啊 都帮你们 你们现在 你这席让有陈志忠 会怎样 陈志忠会怎么样呢 他有国口嘛 阿扁三度为文成兄助选 也为文成少助选 他太太也选过啊 议员 现任的议员 虽然这就骂人了 虽然阿扁陷入黑牢以来 文成兄上不曾来看过我 但是我并不万坦 不万坦谁在这边干嘛 就是万坦 毕竟这是我身为总统 身为党主席的责任 而且呢 说的也对 阿扁知道至终的参选 会让陈菊姐很为难 但是你陈菊也做过黑牢政治犯啊 你可以体会我的心境 其实就这个意思 等一下继续练下去 他特别讲说 陈志忠替蔡英文的宇昌案辩护 陈志忠为蔡英文主席的宇昌案辩护 也为现场的高级案辩护 所以连这个也是套在蔡英文头上的 是台湾第一战将 以前第一战是陈水扁 现在变成陈志忠 好 那这三点 来来来来 运鹏怎么看 这个是我对阿扁这封信的解读 我比较不好意思 他是虽然是致台湾人民的一封信 但是我觉得他主要目的是 致前政区的选民一封信 他重点其实是 他攻击发起先选在选前两周 我觉得只是说 刚好真的是他不巧他的岳母过世 那我觉得第一点是 宇昌案是扁案的翻版 这边是 他这封公开信是简要版 他有一个完整版是在 媒体表电视报 大概写了好几天了 他有七项 阿扁那时候也写了七项 认得洋洋沙沙沙沙 为什么相似 他大概不是讲宇昌案的内容 而是讲说扁案 对那个政治迫害的手法 什么时间或就什么事情 什么时间伪造文书 什么时候起诉你 跟他一模一样 他写了七点 所以这是阿扁他这两案子的连结 倒不是内容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那个扁家承担救党救台湾 这一点阿扁的看法 他讲了很久了 他的看法跟我类似 但是我只有一句话 不同意阿扁的说法 他说民进党要有信心 可以切割成阿扁 我觉得连切割都没有办法 就是其实选民会 把民进党执政的成绩 跟阿扁他们做法 那经过你一次的 2008年大败 自然而然 你已经分成一码归一码 阿扁做不到 赢到付出代价在司法上面 但是民进党八年执政成绩 我觉得还当然可以算数 所以如果你要切割阿扁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根本切割不开来 选民跟马英九还是把它算在 民进党账上 在政绩的话 你当然是要谈 我特别在 因为这几天是元旦 我特别在 马总统的元旦的住持 跟阿扁2004年 连任的住持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 阿扁那时候谈了很多 他的政绩 包含说打消呆账 然后军队国家化 他讲了很多 那时候的确 施政满意度 都比现在马总统还高 所以我觉得刚苏嘉全 他在政经发表会里面 讲的那些东西 就是阿扁讲的道理没有错 我觉得民进党 如果考虑说 还要切割阿扁的话 没有必要 而且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做得到 陈水扁 施政满意度也很低 我是不记得多少 他从低爬上来 到选前也是40几了 来张教授 我想当然第一个 从阿扁来讲 他很清楚的 希望把他的一人一家 跟民进党跟台湾 能够画上等号 那显然从民进党的 竞选团队来看的话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不乐见 因为现在能不能争取到 更多选民的支持 在于能不能跟贪腐 这个部分 能够所谓有清楚的化解 所以从民进党来讲的话 一定是 就有点像大陆方面 文攻武嚇 到底是一样的 这对民进党 显然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所谓负担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最后一个 其实才是他重点 要留一个所谓活口来出声 那现在在高雄 这样一个选区里面 谁能够让陈志忠来获胜呢 那一定不是懒了 这个部分的选票 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绿的选票 所以从民进党来看的话 看这三点来讲 基本上一定是 非常非常的不乐见 非常非常的不愿意 看到这种情况的 所以 我有点跟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你们都非常肯定赞美 阿平斯很厉害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厉害 他今天 我们有肯定 他很厉害 我们有赞美他很厉害 我们只是说他紧紧地拉着 他最厉害的 你们有讲过 我跟你讲 刚刚几分钟前讲过了厉害 不要吞回去 我没有 我一大堆人 你何必否认呢 我跟你讲 你不要对号入座 我真的是很看不起阿平 这个人 我觉得他是很 手段是非常拙劣的 他今天这个声明里头的三点 表示什么 表示他除了一人一家之私以外 他可以得罪所有人 甚至他过去最亲近的人 他得罪了民进党 他得罪了蔡英文 他得罪了郭文成夫妻 所以今天刚刚张教授讲得对 这个文章这个声明出来以后 民进党会说 你出这种人 今天搞这个天堂了 还没干涉 那出这种人不是今天才知道 而且他将火口 这火口是封建时代 要抄家灭族 留一条命才叫火口 你现在说留一个人可以发声 就是国会要有一个习制 你要延续 贬家的政治生命 把他当作火口 这也有没有原过其始 还有大家刚刚讲过的 宇昌案还不是刑案 虽然特征组已经初步介入 还不是刑案 甚至没有东西可以定验 你把它跟扁案划成等号 蔡英文这毕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你怕他牢牢抓住起来 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证明国民党一贯的 要外来政权的立场 不让本土人士抬头 而且他用违政跟违照 阿炳好厉害 这一点是厉害的 违政跟违照 两个违字 他就扣紧了 就是这个案子是莫须有的 是无中生有的 而且他痛骂郭文成夫妻 就说你们忘恩负义 我觉得阿炳就是为了一个陈志忠 我们刚刚问到说 为什么由陈信宇念这个稿子 而不是陈志忠 因为整篇就是为了陈志忠而来的 所以陈志忠是当事人 由当事人来念这个 有所不宜 由姐姐来念的话 是妹妹和姐姐 姐姐 由姐姐来念的话 我觉得比较 比较impartial 而陈志忠就来接受 这一封声明稿的最大的利益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但是你觉得他聪明吗 你觉得这个手段好吗 我觉得 有没有用 我跟你讲 人家说轻痛愁快 轻也觉得可恶 痛那个什么 仇也觉得他可耻 我觉得不管蓝绿 大家都会觉得这篇文章 是很糟糕的 除了停扁的最最核心的少数几个人 说战战 变得再挖起来 我觉得其他的人 绿的蓝的都会看不起他 这一点我是同意陈志忠老师 我同意你 谢谢 陈志忠现在一定要跟民进党黏在一起 他虽然现在不是民进党员 他要跟他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以后 小民党权特色才有希望 因为宇昌案什么高杰案 需要你陈志忠出来辩护吗 不需要 你陈志忠 陈志忠是要沾民进党的光 不是 民进党是要跟陈志扁脱离 但是陈志忠老师就告诉你说 你们去 因为现在 他觉得他被关久了 好像大家都习惯了 没有人听他话声了你知道吗 要出来他儿子才能听他话声 连要进攻巴士抵御的那个谁 他儿子出来了 他儿子出来了 他在帮他儿子选举 都没有人在帮陈志忠老师讲话 那陈志忠老师要怎么办 他当然说陈志忠是第一战将 你让一席陈志忠也好 郭文成也好 财委也好 你让一席给陈志忠 陈志忠那个市议员又被拿掉了 你让一席给他当立法委员 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民进党很讨厌陈志忠老师 因为陈志忠老师是官司出了事情 我真的很看不起他 很多事情他该单起来都不单 通通推给林德逊 什么什么 马永诚就推 林德逊这些人 陈志忠老师扛起来 对他的罪不会加重 但是这些人会没有事 他物充命令 我叫他去做的 他们不值钱 他们跟陈志忠老师 自己通通不扛 通不推 是他们做的 是他们做的 害死一堆人 所以这些人呢 现在跟陈水扁连在一起 他们很害怕 而且他们害怕什么呢 害怕说 万一 蔡英文如果执政的话 人家想到 我们这些人 果然都是陈水扁团队 都被他用过嘛 这些团队 马永诚想得没错啊 你以后治国 还是要靠这些人啊 要不要你靠谁 陈水扁这封信 当然主要是为陈志忠助选 所以他最后画龙点睛 阿扁拜托前政小港的乡亲 做非拼公道 做非拼公道 其实他真的在后面在这里嘛 阿扁拜托前政小港的乡亲 做非拼公道 放心将选票投给陈志忠 志忠一定会赢 也一定会成为民进党 当年真的不是陈水扁靠民进党 是民进党靠陈水扁 因为有的陈水扁 他一路才能够当台北市长 才能够选上总统啊 你们这些人何德何能 到时候都能够当什么院长 部长 对不对 吃香喝啦 不是都是靠我陈水扁吗 其实 我出的事 你们通通每个都跑得干干净净 还要跟我画青线 陈水扁当然心里也不太爽 我们需要找回来